警察不会反对人民 但是所有的警察会怎么样不太清楚 警察自己也非常非常不知所措 查查克来的人等不及了 在其他各路人马还没到的情况下就前进了 他们很快被打回来 警察不知道 成千上万的赛族人还在通往贝尔格莱德的路上 那些支持欧特破的工人农民 下定决心来阻挡窃取他们投票结果的人 第一批队伍进入首都之后几个小时 贝尔格莱德的市民听到了消息 他们纷纷跑上街头欢呼 塞尔维亚站起来了 在这样的一天 只有一个地方应该去 盗斯的领导者正在监听警察的通讯中 上面下命令让他们驱散人群 可是警察没有动 他们什么也不想做 对命令置之不理 就站在那里看着发生的事 后来他们意识到 一名记者写道 警察和军队的指挥官没有下令让部下开火 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孩子也在人群中 在议会大厦里面 人们发现了几千张选票 都事先写好了投给米洛舍围棋 砸几个窗户 烧掉议会都算不上手 比起从前这里发生的事 比起米洛守里奇干的一切 其他巴尔干国家 巴尔干国家在这里干的一切 美国人扔炸弹造成的一切 这些就是儿戏了 占领议会过程中有两人死亡 人群中一位老年人心脏病发作 另外还有一起交通事故 米洛守里奇两天没露面了 不过他完了 这一点铁定无疑 人民已经接管了政权 在整个过程中 我们需要的并不是威胁动物或真正使用武力 我们是不想让他独揽大权 这是通过塞尔维亚的民主力量实现的 这件事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 以广泛的群众为基础的非暴力抗议活动 能够把一个独裁者赶下台 这比搞什么秘密活动快得多 我们能够成功是因为我们比他们更热爱生活 他们那些人是死亡的传教士 煽动仇恨 对人民做洗脑宣传 所用的语言都充满死亡的气息 我们胜利是因为我们更热爱